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在 安山奥体中心乒乓球赛场 接着为您带来一场 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 是由来自上海的许新 对来自解放军的 17岁的小将樊振东 那么第一场半决赛的结果呢 是马龙战胜了王浩 率先晋级决赛 我们来看一下 双方第一决赛 双方第一决赛的比赛情况 这场比赛呢 我还是和李小冬指导 为您一起来介绍半决赛的情况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樊振东被称为本次拳运会 最亮的一匹黑马 在团体赛当中 首先是拿到了冠军作为主力 在男子双打上和周宇配合 获得了男双的全英会的冠军 男子单打 樊振东是在四分之一的决赛当中 四比二战胜了大满贯得主张继科 晋级到四强 因为今天有很多媒体都用了爆冷这个字眼 就是说 樊振东 击败了张继科 其实前两次大赛的交锋当中 虽然是完败 但是就每局球而已 这个樊振东呢 他还是有取胜的机会 另外就是许欣 许欣这次相对于樊振东来讲 状态稍显得低迷 团体赛丢了两分 另外呢 男子双打是输给了李平和好帅 从南单上面 逐渐的开始找到了自己的技术特点和状态 特别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 四比三 险胜了势头迅猛的延安 晋级到今天的南单四强 李老师 您觉得这场比赛 大家所关注的这个看点 在哪些方面 我觉得他们这个都算年轻运动员 这点上来说 我觉得他们也都在竞争 这个礼乐奥运会的一种资格 所以说这种比赛 也是他们展现自己实力的一个舞台 也是实现自身提高的一个锻炼的机会 所以双方来说都是非常重视 从许欣来说 他团体赛打得不是很好 但是他我觉得他难能可贵的是 从单打开始 他还是调整了一些状态 尤其他对延安 在他技术情况最好的时候 给延安打 他也是富多胜少 那今天能够在三别二落后的时候 实现逆转来说 也是非常不容易 从以往的战绩来说 许欣跟樊振东 他有一些经验上的优势 但是打到樊振东今天这种状态的话 我觉得还是一场功力吸敌的比赛 难以预测 我说这个许欣啊 作为直拍选手 这次全英会 整个调动的还不是太理想 但是呢 也把这许欣啊逼到了悬崖边上 就是你单打你必须要发动 你作为直拍来讲 你不发动 你不能够兴奋起来在场上 找出你自己应该有的那种状态 你知道您觉得今天许欣要打破 就是说樊振东这种实力和力量 他最应该从哪一些方面 做一些变化 许欣一个就是说 能够从短球能够控制 像这种球 短球控制住樊振东的正所谓短 樊振东这个球里头还是弱点 他要跳过来拧拉的话 有威胁 但是你要发的很斜这个球 他可能跳不过来 所以这个球是他关键 在一个从前三板的争夺上 许欣一定要有积极主动的意识 而且上手 第一板上手一定要有力度 给对方施压 如果就说的 许欣在前一两板上手不积极 第一板上手的质量不高 让樊振东率先发力的话 这个球打起相持跟对攻来说 许欣的反手的漏洞就会露出来 我们来看 好的 樊振东继续发力 可以看出来就是樊振东他很集体 是吧 他拼命地扑在前台去压住去 是 这样第一局的比赛樊振东 11比7先胜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接着来带来 全英会 南单第二场半决赛 樊振东对许欣 来看一下第三局 前两局樊振东2比0领先 哎呦 这个球 一下把许欣打 突然的一个反手 高质量的加厉 李日导您觉得越往后进行 就到比赛的中后期 你觉得对谁不利 我觉得打成这样的话 就许欣 有点问题了 为什么讲 就是说今天许欣也很努力 就这种球他太少了 他都是说 通过白短以后 或者批长 让反正中 第一板质量不高 他反拉 反拉 虽然看着赢着很高级 但这毕竟还是一个 下风的下手的技术 他这个球已经发挥了 我觉得不错了 但是他这种主动 像这种球 他这种主动进攻 主动发动进攻 次数太少 而且有时候力度不够 这下的话 就比较麻烦 因为他毕竟反正中 他横我球板 两边相持的能力都很强 而且他很均衡 许欣他是正手强 反手弱 所以在前三个回合 一定要赢得一些主动 贴住反手 你看就这种球 虽然你貌似在进攻 但是你的速度不够 人家站在进台 人家以夷待劳 人家找机会 再反冲你两下 小将凡震东 在这样快速的一个 双方相持的情况下 还是头脑非常清晰 轻轻贴住 许欣的反手 这种球他不怕 凡震东 他整个 比较现在 强势的技术 就是这种强强对抗的球 高力量 高速度 高旋转 打出了 开案 叫绝的球 你看这个反应太快了 台面上不拉手 直接快贴 几些能控制到他 今天我觉得 就说这半年来说 这个凡震东的进步 太快了 日新月异 对吧 他那个正手的漏洞 已经很小了 而且他现在的防守 他有了一定 防守转弓 他有一定能力 这样的话 对许欣的压力 会更大一些 我们再次介绍 凡震东 第一次参加全运会 今年只有17岁 并且 2012年才刚刚进入国家队 2013年 通过直通的比赛 大家认识他 然后参加了巴黎世平赛 在巴黎世平赛 单打当中呢 是输给了张继科 应该是32抢16的比赛 那么这次的全运会 获得了男团 男双的冠军 现在单打呢 正在冲击 决赛全 就是让我们刮目相看 所以我们也这么看 就说一个运动员 要从某某无闻 到打到一段高度来说 也不是说非常难 杨颖你们可能 作为优秀运动员 都走过这个过程 但是就说的 有的就很难 你出道以后 你能站得住 能够经得起 所有对手的推敲 所以这种球 取行处理的就不好 我们为什么说 王浩的贡献大 就是他把这种台内拧拉 成为一个过渡技术 成为一个主要的 得分手段 这个是对这个 乒乓球运动 一个很大的贡献 我们现在也做过 一些技术统计 就是说运动员 在关键时候 光依靠控制跟白短 是控制不住的 这会儿的话 如果你有反手拧拉 有正手调打 有这种强攻的话 能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威胁 好的 面对 樊振东的强力进攻 许欣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也用自己的进攻 而不是站在那儿防守 防守是肯定防不住的 防守是肯定防守 划球15 加油 划球15 加油 这只曲心的突然批个长 也算一种变化的手段 这样双方在第三局就打成了九平 这局一度是许欣非常被动 但许欣还是在自己的特点上 优势的技术上 特别是正手的进攻 加强了进攻的比例 打成九平 踏边 看来樊正中就说的 有些球迷也说他擦网多 我可以跟大家说你越主动 可能老天也见过你 因为你主动有力量 你将过往的球可以过去 所以就樊正中气还是比较壮 拉起来 反手相持反手 直线 给直线 哎呀 这球经过多板数的回合和纠缠后 樊正中 现在局数上三比零领先于许欣 我们还是期待 许欣 再次的 爆发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樊正中许欣的第五局 李主长 您觉得刚才第四局最后两分球 樊正中是这个心理上的问题呢 还是技术上没有调整好 我觉得还是心理上 他现在就说了 胜利在望的时候有点冲动 这两个球机会不是很好 他其实这个球用中等力量 能够赢得一个主动的局面就行 但是他这个球运速不达 发力过猛 所以这个球就难调节 许欣在队里有个绰号 叫大蟒 张继科我们说脏骚 他有一种血性 许欣跟张继科他不是很一样 他可能就是说了 从外表上以后 他没有那么张扬 但是他的纠缠能力很强 没有锋利的牙齿 他就靠缠住你 最后把你缠得直 大蟒蛇 他就叫大蟒 刘国梁主角也在经常说 你这个大蟒 最后能不能缠死人 今天我们来验证一下 许欣这个大蟒 出力 出 出力 这种球就露出 这个梵志东稚嫩的一面 许欣挑这个球有点下沉 这个梵志东在这种球里头 就是过于追求凶狠来说 缺少调节 是 看看就这种球 比赛迎接胜利的时候 这个还是 需要另外一种心理状态 出力 怎么能够淡定 坦然 自如 把这个比分当成 零比零来打 踢本容易犯两种错误 一种就是说 他胜利再忘了以后 他急于求成 就拼命进攻 拼命加力 以至产生五位失误更多 过多 还有一种就是说 我快赢了 我把赢球的希望 寄托在对方的失误上 这会儿我不变化 不进攻 降低机球指定 消极地等待胜利 这样的话 可以给对方很多 不杀的机会 所以你怎么赢的 能够一如既往地 坚持下去 这个从字面上 很好解释 但是真正做起来 不容易 也要战胜自己 战胜比分的变化 战胜自己心理的变化 来 以求一个稳定的发挥 这个球明显是 超之过急 他许新这种大忙 就是他这种纠缠能力 就是说他开始 反正能打得 风生水起 能打出自己的节奏 也觉得气很旺 他许新就是说 用他的这种节奏 就是逐渐地 把反正能拖得别扭了 他打起来没有这么 馋得难受了 馋得难受了 就是说许新现在 加强了底板的变化 加强了这种 相持当中的旋转 所以这个反正能 现在无畏失误 也多了一些 打球也没有 前一段流畅 这个东西我觉得 对于年轻运动员 是个考验 他能不能及时的 能够对上许新的这种节奏 来说 对上许新的 适应许新的节奏 适应许新的旋转 在适应的前提下 能够打出自己的特点 没错 所以它是一个考验 这场比赛 樊振东呢 是在3比0 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现在场上的情况呢 和局势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许新搬回一局之后 在第五局现在领先4分 还有一点 都是新で 冷雹 是新的 结局 新的 这 新的 基计 我 许馨再放 用背面 哎呀 这个球太精彩 这个球精彩 主要在于脱离球台 很远的地方 还能够制造弧线 把球 放得又高又稳 那现在樊振东啊 也迎来了一个新的考验 就是在被对手缠住之后 这个球 在救了擦网 但是许馨啊 因为手长腿长 能够连续防守 现在打成了三边 我们接着来看 第十二届全球运动会 乒乓球男单第二场半决赛 许馨对樊振东的第六局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 将和马龙来争夺 全英会的男子单打的金牌 李小冬教练 你觉得现在小将 樊振东 是不是非常的危险 我觉得他有点难度 这个也正常 我刚才也说 就是对这些小将来说 他有他积极向上的一面 他也有他现在 目前经验不足 技术能力不足的一面 他打通的情况下 打得有声有色 好像左右逢源 都能压住对手 那对方有变化以后 这种变化其实 不是很先进 但是很别扭 许馨就是用旋转 用节奏来打乱他的时候 是 更明确的是节奏 许馨这种伎俩 这种伎俩对马龙 他就使不通 为什么 马龙的球性好 那你除非用速度力量 打穿马龙 他没办法 你要想玩这个节奏 他不怕你 节奏旋转这种变化 他就不害怕 所以我想樊振东啊 如果想拿下比赛 还是需要重新的一个 主动的状态 不要让许馨的这种节奏 来制约他 扰乱他的思维 和处理球的方式 拧了 拧了 这番龙军人 赢球就是第一个 坚持我自己先上手 我打成对攻的话 这样的话 对他比较有利 第二就是说的 对于许馨这个节奏来说 他掌握好 对方慢 我也稍微慢一点 我比你快一点就行 好的 樊振东侧身 好球 这个球双方打得多 许馨打得也非常好 这许馨在队拉当中 虽然是单面的 我反手没你方便 但是我 你看这个拉球拉完中间 又锁住阀神中的侧身大脚 是 刚才上海队的教练呢 是西敏捷 西敏捷也非常着急 团体赛呢 上海队是 获得了亚军 男双的许馨王丽琴呢 输给了好赛礼品 继续放 这个球啊 大家看 在这个时段 小将樊振东 会强烈的 去取得这种 主动的进攻 形成这种强势进攻 这许馨啊 这前一段这种 节奏旋转的这种变化 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是 但是你完全靠这种 靠这也不行 也不行 如果说许馨在这种 旋转节奏变化当中 有几个 力度球 有几个进攻球 把它 虚虚实实 真真假假 融合到一块的话 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哎呀 这个机会太关键了 这个球 把这种球要放在马林 放在王立琴手上 反手进攻 反思斜线 擦网了 这小孩还真是很聪明啊 他逐步通过这种调整 他也进入了一种状态 是 最近对许馨的这种节奏 他也有所适应 看看许馨如何在前击板球取得主动 白短 回白 拉住 反射发力 前线 好的 好球 这场球两个人也打出了 红高的数据 而且这个许馨 他这个直板横拉 在中台能够这么发力的话 也是不太容易的 许馨做后 又往回追 大忙现在又开始产生 看看 反正能不能摆脱 好球 追成七平 但是许馨的腿啊 伤得挺重的 我们现场的观众 也看出来了 就拉完这个球啊 许馨差一点没站起来 腿不行 不侧身 用反手的直拍横拉 许馨这几个球打得不错啊 他的 反手已经连续得了几分了 现在就可以看 就是作为直板选手 你光有一个出色的证实是不够的 第二板 撤 这个球打得 樊晨忠打得非常好 非常高级 这个球我们看到 尽快打了个方法 嗯 这个球 太霸道 太凶猛了 只有在他这个碎手中打出来 对 看着有点不合理 但是他 很有把握 就是倒台 哎呀 这个球 樊晨忠啊 很聪明 啊 因为前面 他是连续给住许馨的反手 啊 许馨呢 有时候侧身 有时候用直把横拉 但这个球没有 没有再去许馨的侧身位 好球 这几球许新的反手发挥得很好 这个球很强势 如果他真正能够把这个球 他现在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他要是有很高的命中力的话 他这个打法的这种竞争力 会能够提升很多 我觉得现在许新的腿 很疼 他要再努力的坚持 又是一把不讲理的强势进步 可能跟许新腿有关系 他本来第二把可能 如果要能移动快点的话 他有个更好的位置 他可以加力 是的 这个球稍微质量差一点 按说也不算很差 但是梵振东的确是一个飞马 硬着头皮就给他下狠手 现在梵振东赛点 哎呦 梵振东 一个很霸道的正手 大角度的发力斜线 梵振东 4比2战胜了上海的许新 顺利的晋级到了男子单打的决赛 将和马龙来争夺第12届全球运动会 男子单打的冠军 小将梵振东 真的让我们很佩服 不到17岁 飞速的进步 在全运会上成为了一匹最亮 最黑的黑马 观众朋友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李晓东指导 参与我们的解说评论 我是杨颖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